欢迎来到Eason独叫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许多朋友问的 脏水流,控制浆,回怒浆怎么配置 阵容原理,1.专武流被控制风怒加回血 2.曹操普攻或反击后,全体辅助角色回怒60点 3.诸葛亮控怒加额外15%怒气恢复效果 4.貂蝉魅惑控制加敌方解除控制后 为自己加我方生命值最低角色恢复20%血量 并且自身恢复250点怒气 我方生命值最低角色恢复200点怒气 5.曹操全体回怒的再次增幅 所有怒气恢复效果计算后额外乘以0.15%怒气值获得 最高不得超过120点怒气,并且降低敌方一抗 以及敌方清除debuff时扣除最大生命值10%伤害 最后就是关键输出角色将为 利用整体宛如失速列车的回怒效果 加速将为新火相传的发动机率和次数 要打噩梦追击将其是很简单 你的抗鼠跟抗群必须撑高 否则面对宛如机关枪的追击流前排倒下 结果便是你被大幅越战几千万 并且将为要携带爆裂冲击 以便在多次新火相传触发后 可以大幅提升生存能力 噩梦追击将与控制脏水回怒浆 这两种阵容是相生相克 没有一定谁比较强 只是你能否知道原理 进一步去克制对方 有损伤统计可以看到 刮杀师傅吕布打出来的伤害 比起众所公认的姜天帝 还要高出几十倍 整场将天帝被封印 并且貂蝉魅惑次数 以及回怒加回血效果 远低于我方脏水控制回怒浆 才会造成今天能够成功 越战四千五百万噩梦追击将 再次申明 绝对没有醉酱的阵容 只有你能否合理运用各种角色特性 包含阵营抗灭 姜魂却针对每一众阵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 祝大家新年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